或者多晚就能落地的全碳车身结构 零百加速6秒四驱双电机 宝马RX放野现在价格真的非常的香 我们形容这个车的终端行情 最低配尾标XDrive40E就买最低配就够了 它是一个76.6度电池包 也是四驱双电机 只不过这个电机马力比较保守 是326匹马力630牛米 原厂六马级的加速 其实动力已经完全完全够用了 官方的纯电续航是超过470公里的纯电续航 就算有所折扣的话 300大的纯电续航 这台车在市里开是完全够用的 那这个车的车身尺寸和谁差不多呢 和宝马X5差不多 那目前这个车道电五六折 指导价74万6千9的指导价 打问者裸车就是40万左右 由于是一个电动车 几乎不需要交任何的税费 加一个保险就能落地了 那40多万就能落地 其实相较于买宝马最低配的2.0T版本 它里外里落地至少能省个小10万块钱 差不多的车身尺寸 它的车长是4955毫米 轴距刚好3米 它的卖点就是全碳的车身 很多网友都说全弹车身不经撞 一撞就直接报废了 哥们你得撞得多狠啊 你是拦腰撞 还是把这个B柱C柱给撞没了 基本小的刮擦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同时这个车有小设计感啊 这个地方一摁是加住玻璃水的地方 相较于很多新能源车 还要掀开这个机盖加玻璃水 它是有更加好的一个实用性的啊 并且它给你标配了全速的自身巡航 这是已经全系标配 包括倒车影响的辅助 以及CarPlay CarLife 这个也都是全系标配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一个40万纯电动车的行驶质感 但是又想要燃油车的底盘素质的话 这台宝马iX非常值得关注一下 好 接下我们到车里给大家聊了细分配置啊 这台车你买最低配置你完全够用了啊 如果你是硬钢动力 就不要美就买美标50亿 是超过100度的电池包 是原厂零百加速三秒级路不成员 但是呢价格有点小小的贵 所以说如果你不是特别可求动力啊 就买这个低配76度电池包 它也是四驱双脸机 我们看看最低配的宝马iX都有哪些配置 不要再吐槽说必备的气能源都是杂牌电动了啊 就是它的智能驾驶辅助方面 其实和我们国产电动车差的并不是特别多 来 我们坐在车内啊 首先五边框的车门是给你标配的 哈曼卡段影响是给你标配的 L2级的驾驶辅助是给你标配的 CarPlay CarLife倒车影响辅助功能也是给你标配了啊 水晶的所有的调节的方式 包括挡霸以及音源调节方式 这也就是全系标配 而且还有一块木质纹路 但是其实它比真皮更加亲肤 这个通道是一个可以直接通过的 你要知道现在宝马X行情 其实落地的价格比蔚来ES8还要便宜 只不过这个车是没有租电服务的 所以当你手握40万左右的购车 一算想要买一个大尺寸的SUV的话 要一个大五座的话 这台宝马X整车进口 我个人觉得目前中单这个价位 它没有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老有人吐槽说 这个BB的电动车是杂牌电动呢 这台车我们也动态体验过啊 就是它的转向手感 包括底盘质感 非常像宝马的燃油车 只不过啊 就是电机驱动 它的顺时扭矩放大 确实不能和燃油车加变速箱 有点小小的延怀和迟钝 进行了一个正面硬比 所以在我看来 如果你对底盘素质有基础刚新 你认为科技革新是在重点的话 那这台宝马X它有卖点 因为它是全碳的一个车身结构 并没有网传那样说的那样 这个车一撞就直接报废了 那你撞到什么份上 所以千万不要人影一云啊 咱就说科技属性本身 我不认为堆上大屏冰箱踩边大沙发 和这个全碳车身比 这个全碳车身到底差点哪去了 那接下来我们聊了后排乘的体验 这台宝马X轴距刚好三米啊 后排乘的体验堪比宝马X5 来我们坐进后排啊 先说这个乘坐体验 它没有这种纯电动车型点腿做的感觉 而且采用什么 循环的空调出风口 这个对后排乘客真的很友好 同样呢也是无边框的车门 大着全景天幕啊 自带这个紫外线隔离的方式 所以它确实是没有遮阳帘的 我们看头部空间非常的宽裕啊 如果这个座椅的垂直高度 再增加一下会更好 但其实这个乘托也还可以 因为它座椅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下溜啊 整个座椅的乘托 没有插物来的这么实 但是其实也还可以了 相较于一种纯电动的这种大五座车型 我觉得它的后排乘托体验是非常棒的啊 保留着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而且有物理按键 可以调节什么空调的这个温度 以及自动程度 那它的所有充电器接口在这个位置啊 这是一个宝马的一个拖子转屋 可以就外加什么派的支架 包括一架什么的 实用性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啊 但是这个中央扶手 坦诚的说略显蓝廉价了 确实有点显廉价 就是一个软质包裹 这边打开就是一个隐藏的背架 储物空间方面 中规中矩吧 但这个车有一个好处啊 我们看啊 就它适合满载 为什么呢 你坐在中间这个位置 这个脚是有很好的余量放的 所以说这台车满载一下 偶尔满载 其实家里人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尴尬 而且呢 中央这个地方靠背 略微往前顶一点啊 和这边形成了两个很好的挫层 就是像我这种成年男性 坐三个在后排 没有说特别特别挤的 很难受 那最终总结一下吧 目前宝马X这个车 倒垫5.6折 如果你要是办贷款 办什么呢 其实还能谈啊 就综合优惠幅度 就是在降价幅度 在30万到40万的 这个降价幅度区间 这个降的钱都能买到 未来的1T5T了 如果你在关注未来的ES8呀 或者说你想关注一个三四十万的 纯电动车型的话 不如来看看宝马的IX 它的卖点也普及了L2 也有哈曼卡的音响 也有手机投射的功能 虽然没有你好那么智能的车机 但是我是全碳车身